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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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觉得很奇怪 于是就离开马场 当他们离开不久的时候 突然发生巨大的响声 原因当时的马鹏 受不了那么多观众的压力 而发生倒塔 倒塔的时候 然后也压下马鹏下面的熟食当 因而打回火炉 因而发生火警 当时很多人走避不及 都被烧死 离开了的爷爷 和他的小朋友 会望马场发生的大火 当时有些心惊 胆振 这一次大火 是超过六百人丧生 而且还有一些没有人认领的施骗 于是香港政府也要作出一些善后的措施 由当时的东华医院 负责镇制 亦都在三月初五那天 请了兆庆景湖山的高增 下来做一个打照的仪式 使亡灵 安息 但是在四十年代 跑马地附近的居民 也都在夜晚 有时听到一些很凄厉的叫声 令到个个不寒而栗 最后 有位朋友 就在这个跑马地墳墙 对着马场的入口 写了一首对戀 今夕吾驱归故土 他朝军体也相逢 之后 跑马地晚上 就没有一些凄厉的叫声出现了 这个故事最奇怪的 就是这个传说中的小朋友 为什麽 静下去 只能够看到 马鹏的观众头顶 有燃烧着的蠟燭 但是其他人是看不到呢 难道这件事件 真的和灵界有关